都載了 瘋霸感應是高壓清洗機 攝後布里是渣男 負責到底是暖男 瘋霸買了不怕貴算盤 金巴爸 手環打開LINE 0秒開機台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請都對於特斯拉未來發展什麼看法 前幾天林志� ultrasound才撞回一台 沒有啊那個一直 我對於特斯拉就這樣東西很不錯啊 只是我覺得那個可能要過一些時間吧 而且我覺得啊 我跟你講啦 我覺得那個新聞也有帶風向的嫌疑啊 你有沒有發現啊 別的車子出車禍他們不會特別去講車型 有沒有發現 只有特斯拉出車禍他們講 今天有一台特斯拉要撞到CX5 撞到一台馬自達 或是什麼 又一台特斯拉怎麼樣 特斯拉這個名詞聽太多了 你怎麼沒有聽過是 其他都有一台Toyota轎車去出車禍 新聞不會這樣播 有一台福特轎車出車禍 不太會去講這個 那只有特斯拉會特別在 各大的 不管是網頁的新聞啊 或者是電視的新聞啊 媒體新聞啊 都會很強調特斯拉三個字 所以讓大家 聽到最後 就會覺得這個車好像 問題很多 常出事 或者是某個藝人開特斯拉 等等 不能說特斯拉壞話免得特迷出身啊 不用我早講過了 我之前拍兩三集 我覺得是這樣啊 那個有時候 那是要利用 一種仇富心態啊 其實很簡單 這是風向而已啊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特斯拉容易被放大檢視 可是其實也是這樣啊 其實BMW也會被放大檢視 讓一般人覺得 開BMW的 好像就是 怎樣怎樣 就是加9啊 什麼之類的 對啊 而且最近的那個FB 那個 林志穎的事情 真的是 大家都要蹭一下 一定要講一下嘛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大家一直在賣 每天看新聞都看到很多 關於電動車的新聞 可是 他真的成熟嗎 我真的看到那個什麼 NEDC 380公里 我看到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該 可能是 要對應 都會使用是不是 就是 其實里程都 普遍不高 然後 充電上面也不知道 方案 做好了沒 普不普及 方不方便 容不容易 然後大家一直在那邊推出 一直在那邊推出 我覺得還是要等一陣子 那個 撞的事件 那個還是要等他們那個出來有沒有 就是等他自己出來說明 因為很多 說法 可是我可以確定 我看的那個 紀錄器 我覺得那個應該不是自駕 那個一看就知道不是自駕 我的感覺那個就好像是 東西掉了 還是小朋友 怎麼了 分心 歪掉這樣而已 因為我以前遇到很多的客人 上班 吃早餐 吃三明治 吃吃吃吃的 譬如說 一片 牛肉掉下來了 還是蛋掉下來了 蛋上面又有沾 美乃滋 又有沾 芥末 芥末是什麼 番茄醬 有沒有 丟下 死了死了死了 開始 手忙腳亂 砰 就歪掉就撞了 我之前遇到很多的那個客戶啊 出車禍都是撿東西 還有吃粉的 吃粉的 抽煙習慣不好嘛 有人抽煙抽一抽往外丟 結果這邊丟進去後面飛回來 因為他沒有熄掉嘛 他抽一抽沒洗到往外丟 往A柱這邊丟出去 結果從玻璃後面B柱飛進來 飛到後面 快丟掉了 要倒起來 砰撞到了 沒有就昏塞 有抽煙就知道有時候那個煙草太鬆 那個煙投 Kerry潦下去 剝人啊 攀他小雞雞啊 手抖了 胃皮啊 有沒有 呀 撞到了 喔 我不是說林智女抽煙 我是說我遇到客戶都是那樣 緊急情況沒有注意到 你知道嗎 對啊 真的啊那個我遇到很多 案例 就在 pointed 發生一些緊急狀況 或是小孩子在後面屁 還是怎麼樣 一個分心表演中 我覺得這個機會比較高啊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建議安裝引擎消耗板嗎 還不錯啊 平整度啊 可是下戶板他的壞處就是萬一假設你的車有漏油 你會很晚發現 因為他會一直蒐集在你的下戶板上 你如果一般底下比較空的車子 你車子剛出騎漏油 第一滴下來 兩滴下來 你車移出來你就會發現 但是你如果有裝下戶板 第一道你原理要熟悉了 你還不知道你的車子漏油 所以這個有好有壞 中古車報價都偏高是不是很大溢價空間 那好啦講到這個 我像要講這個溢價我剛好有準備這個 我真的會昏氣 有人啊 我遇到很多現在有很多的網站 包含好像前一陣子不是有那個什麼什麼新加坡 還是馬來西亞 我不知道哪邊來的呀 有沒有 這個什麼中古車界的亞馬遜 你知道這個東西 在亞馬遜只要賣2.88美金嗎 你知道他的競價多少錢嗎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 但聽起來不錯對吧 亞馬遜 好多人私訊給我說 亞馬遜來了 二手車的亞馬遜來了 小四哥怎麼辦 我說我什麼怎麼辦 我在甘霸店 你怎麼辦 人家的財團你是 打個拼的呀 我這雜貨店 人家是 連鎖超商的 你在問我怎麼辦 跟我屁事 啊我這乖乖的做我自己的事啊 我們有幾百個直播有幾百個這個好朋友會來看 撇除掉一些來看跟鄉民來看熱鬧的 撇除掉一些來這邊 拉迪薩 拉迪薩的也不錯啊 對不對 我們就在自己的小圈圈就好了啊 活得下去就好了啊 我跟你講喔孤車是這樣有很多的聯盟啊什麼做網站然後呢叫你輸入一台車的年份啊什麼配備等級來里程顏色 然後他就給你一個價錢 然後有一次呢 很多在粉絲頁上私訊問我們車價的人都是我親自回答 然後我回他比如說啦我已經忘記具體價格比如說我跟他回說熱車我覺得大概85萬左右 以車況為主 他說小四哥你要不要確認一下 我去某某這個 什麼網站 我輸入以後他跟我說95會不會差太多你有沒有報錯 其實遇到這個問題我在這邊我覺得我來統一講因為每一個人這樣問我我真的要回答很多次 你們用 小腦袋瓜想一下好不好 我是活生生的人喔 每天都在看盤的是嗎盤你知道嗎盤子的盤 不是啦 車試我每天都在交易我是活生生的人我不是AI 我的那個價格是 每一天每兩天每三天都一直在變動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那一些AI的網站你們自己在做 有人如果你們有在做系統工程師的 你怎麼可能有那麼多的年份車款等級顏色 你想想看喔你試想 他們有可能每天都去更新裡面的數據嗎 他更新的速度絕對沒有我快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那個網站跟你講 這個車值100萬也好90萬95萬多好 你真的要開去賣他他真的用上面價格跟你買嗎 我不一樣了 我們不一樣 小師不一樣 我跟妳說85你來 車如果沒怎麼樣我是要85要自己輸贏 我錢要拿出來的 我要負責任了 如果不用負責任的 我可以抱150也沒關係啊 不然下次我就假裝機器人 小師請問我一台什麼車幾年的多少錢 你好 謝謝 謝謝您的咨詢提供 您的車給你一個價格參考 我是機器人AI 小純 不要不要這樣 汪蔣 你好 我是汪蔣 機器人AI 汪蔣 給你 請參考 您的車大約在120萬 謝謝你 你真的開來 小師哥 我上次在你的網站 有沒有 我輸入了以後 他這個AI 汪蔣 跟我說120萬 沒有啊 那是汪蔣 你叫汪蔣 給你買啊 你叫汪蔣 跟你買啊 我們那個是AI 因為AI 我們要輸入高一點的價格 有沒有我們現場 這個只是給你參考的 有沒有 您在詢問這個過程當中 老鐵我告訴你啊 我們這個網站是 我們這個網站是這樣子的啊 我們在這個 社群網站裡面 您輸入的這個金額 我們回覆給您這個參考 這只是給您個參考 價格每天都在變的啊 您知道嗎 像今天台股又降了 是吧 又跌了是吧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這個 吃了蹭頭 鐵了心啊 我們也不是什麼 吃銅吃鐵吃阿路米的 也不是啊 好不好 是因為這個 您要理解啊 這個價錢是會改變的 好死不死啊 您在問的當天 我們本來這個是有這個 顧客啊 老顧客啊 本來鎖定您的車款想要買啊 所以我們就給您一個 稍微高一點的數字 我想說來做一個這個 現場老爸 不是啊 做一個現場的轉手生意 對不對是吧 結果呢 在這個 這兩天的時間啊 您 現在車開過來要賣 剛剛好 就在昨天 我們這位老顧客 他找到車了 所以我 我的買家不見了 那我也只能用這個90萬來 給您買 120跟90差不多 是啊 是啊 我們本來想說這個 能夠給您一個 好一點的這個價格啊 我們也是 深感榮幸 沒想到沒這個機會 人家已經買了 所以現在我們只能照這個市場價格 90萬來跟您收購 好不好 你竟然來一趟啊 不然您外面 購多少錢 大家這個55667788 講一講 我們也是可以給你一個理想的價格的是吧 類似這種感覺啊 因為 網站更新 真的沒那麼快 所以一定要給你一個偏高的價 那你到最後 你要買賣 你還是得遇到人 遇到人之後就有各式各樣的理由 原因方式 來說服你把這個價錢往下調整 啊這就是這樣 啊我也坦白講 我的價格 比起來也一定不會是最高的 我就可以直接講 我覺得不會說我自己是最高價收購超高價收購高高價收購 這個不然不管別人多少我都加3000塊高價收購 我絕對不會這樣講 因為浪費大家時間 所以我先報一個我有意願的價格 也許你出去外面有比我高的 有沒有可能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有比我高的 但是我能保證什麼 我的交易是最安全 就這樣 我只能保證這個啊價錢是不是最高 不是不一定 而且有時候我看那個 我也坦白講啊 你如果那個 客人那個留言啊 態度比較差的 我就跟他講我沒收啊 你知道我就直接講 抱歉你這個我沒收 不是啊 我已經很可能 我做服務業 客人拿錢給我們買 是是是 你好你好 哎呀 你好啊請問這個 林大哥今天這個 你想買個什麼車子 讓小的來幫你介紹一下 來來開車來進來試坐一下 小心頭小心頭 對不對 他拿錢來跟我們買 我們服務他合情合理 你來孤車 我是拿錢 我拿錢跟你買 啊我還在那邊 林大哥不好意思 這個價格您不買一次 還是我再出高一點 高了還要再高 不夠高我再高 是不是 我量很可能 我拿白花花的銀子 跟人家買東西 還要拜託人家 拜託林大哥賣給我 林大哥我跟你講 小的已經這個 三天三夜啊 吃不了 一頓好的 都只能吃泡麵果腹啊 而且泡麵還不是什麼 好的泡麵 什麼什麼 胃胃一品 那沒辦法 科學麵拿來泡啦 我告訴你啊 好不好 林大哥 我們就這樣吧 5566 7788 您就把 您的愛車賣給我 加3000不夠是吧 加5000可以嗎 林大哥 拜託啦 我真的是這個 真的吃妥啦 吃妥啦老鐵 對不對拿錢出來買也要拜託人家 不是吧 我總有一個選擇 我要拿錢出來跟人家買車 我總有個選擇權 我總也可以 我也是消費者 我總也是可以這個 選擇 我覺得比較愉快的交易嘛 我錢要拿出來 我錢拿出來就是要開啊 我當然花一個配合度高的嘛 我找個死魚幹什麼 不是啦 我是舉例啦 我一樣要開5000 要開8000 我敢不想找一個 比較稍微呢 稍微你知道嗎 台語OK嗎 一排出來給你選了 你不選一個 比較好相處的樣子的嗎 還是你們都喜歡那種 冰山美人型的 小師最喜歡碰到的客人 是外面給一堆車上 估過還是沒有估過的 我喜歡給一堆車上估過的 因為那個認知 才有一個 討論的空間 有些客人 很相信我們 說小師我沒有跟任何人估過 那無論我講 我跟他估多少錢 他都覺得很低 你知道嗎 因為他沒有一個認知 他對他的東西 沒有一個認知 他覺得他的東西非常的好價 他新車 買130萬 他覺得現在至少要125萬 比如說 我只是誇事法 他完全沒有一個方向 沒有一個認知的時候 我不管跟他估多少錢 我說我跟你講 林大哥我現在給你這個價格 已經全台灣最高了 你要不要出去比看看 然後林大哥就說不用 我相信小師 小師你講了 我真的絕對相信 你的招牌 你的公信力 我不會再去外面問 但是你可不可以再加 3萬 不是我真的 我就跟妳講真的很高了 比如說我跟妳估100已經很高了 不然你出去外面 比看看 不要不要不要 我跟你講 車二手車要賣 我只賣小師 小師你放心 我不會出去比 我只相信你 我車就是要賣你了 可不可以加3萬 你竟蹭三蹭口 蹭到全身屋 我沒有東西好蹭啊 對不對 他要叫你蹭 那我只能 把皮 扒掉給你 真的啦我覺得還是要有一些 認知啊 你要到外面去 有稍微了解過 對不對 那我們溝通才會有一個 交集嘛 對啊 不然永遠都不會有交集 一個在那邊你眼睛會不會乾 一個說我是在跟你說我眼睛會不會乾的問題嗎 不是我就想知道 明天三天三夜沒合眼眼睛乾不乾啊 我他媽在跟你講眼睛乾的問題嗎 兩個永遠不會有交集 小家庭三人這三台你首推哪一台 如果你一台車是開很多年的人 動輒 5年8年10年 那你一定是選日系車 有CC或HRV 我覺得就是這樣 那至於CC跟HRV呢 要選哪一台 你就必須把這兩台都去親自 試過看過 內裝外觀你喜歡哪一個 裡面的空間兩台坐坐看 覺得自己跟家人喜歡哪一台椅子坐起來的感覺 內裝的鋪陳 那再來一個 去試開 你自己覺得 開起來的感覺 你覺得夠不夠用 1.5夠不夠用 還是你得要1.8 等等 你再去選擇就好了 後座沒有出風冷氣 外面好像有在改後座出風口的 有一些國產車有沒有外面有外廠 在幫你改後座出風口 但我不確定Vios有沒有 如果說沒有你不想改出風口就 用一個電風扇是最快的 一定有幫助 裝在中間往後倒一定是有幫助的 那個電風扇是一個 到現在為止都是很好用的東西 你有一些休旅車太長的 冷房效果沒那麼好的 其實那個 小電扇很有用 而且現在小電扇超便宜 有那種隨身小電扇 現在我買那個風都很強 建民哥就有在賣 充電的那一種有沒有 那個其實就很好用 你普通插一張充電 真的後面有座人拿起來打開 小小台的 掛著就很好用了 有時候冷氣只是差一個引力 把它讓它循環起來 有改裝輪圈跟方向盤 不知道孤車會不會被打槍 不會啦 你這小小改而已 還好 那種大包啊 有時候有些 有收到一些artist 亞綠士那種大包 有那種黑色的車子 紅色的大包有沒有 大尾翼 裡面電池幾多堆 那種的泡河 冷靜褲 韓導入 影響 真的會幫你聊一種 那種就真的會 買方的意願就會 蠻低的 師哥遇到大G會收嗎 多大G G卡我收過一次啊 但是我也沒有拍片就 就把它盤掉了 我賣給同行 我跟你講有時候高單價的車 不是我們可以賣的 我們這個是雜貨店 雜貨店要賣精品 真的 沒那麼好賣 我們沒有那樣的客源 很多那種 專門在賣 高級車的 很漂亮 展尖都玻璃落地窗 裡面 女的一定就是穿窄裙 黑絲襪襯衫 男的一定是 10千的 窄褲管 梳油頭 穿皮鞋還要亮 不能給人家看到襪子 風流倜傍 啊我們這邊像我媽穿個T恤 穿個短褲在賣車 一兩百萬兩三百萬我們哪賣得動 客人來我們這邊嫌我們這邊髒 沒有那種斬尖的氣勢 進去 來我們這邊 撈到整個空間 還沒冷氣 還沒人 天地沒有黑絲瓦 黑麵鬼 來幫你天地 香蝦 有沒有 黃老闆好 有沒有 還要這樣 黃老闆好 要哭下去 黃老闆好 水果冰先來 我們沒有那種 所以我們就賣 賣賣平價車就好了 有認識做防鏽的廠商嗎 一般我們配合廠有在做 可是你還是外面問一下 因為 為了避免衍生不必要的 困擾跟問題 我們都一律不幫 介紹廠商 我跟你講 防鏽噴完大概一到兩個禮拜內 因為你車會很臭 你連在車內開車都還聞得到防鏽味 超臭 臭到不行 建議買二手車去海邊代步嗎 交通真的不太方便 沒有你要買進口車 你要買板晶厚一點的 我以前有個客人 他就在白塞灣那邊上班 所以他說他沒辦法買 國產車 國產車兩年就掛了 我都是聽客人講的 所以他只能買進口車 像他以前最早就買什麼歐寶 再來買福斯 你叫他買雙幣他也不要 因為太浪費了 所以他只能 從以前有歐寶的時候開始買 然後買到來就福斯 奧迪 Vovo他只能買這種進口車 他說國產車真的還快 真的兩年就掛了 不行 基隆要做防鏽嗎 看你是什麼車 基隆還好 基隆其實還比北投好一點 基隆是從上面下下來的 然後北投不僅是 從上面下下來 他的那個硫磺器 有的是從地底冒上來 所以北投其實也蠻慘的 尤其有一些北投車 你如果停在那個水溝蓋上面 長騎 底盤一下就袖穿了 超神奇 那硫磺很毒 超厲害 你們如果有人住北投 石牌 你去看那個水溝蓋 有時候裡面都會有那個黃黃的那種硫磺 你知道那種物質 然後都聞得到那個味道 水溝裡面就有 那個其實會冒上來 將軍大說特斯拉汽車沒有文化 這個我有講過 某一集我有講過類似的 可是不是這樣講 不是講沒有 我沒有那麼直接 我沒有那麼 我沒有那麼 有勘沾 我是說 你看隨便的 任何其他的車商 他們的造車工藝 動輒百年以上 那你如果單純就造車這件事情來做 我相信特斯拉還算是一個剛起步的公司 當然你要站在一個科技的立場 做軟體的立場 可能其他的車廠也許未必贏得過特斯拉 我是這樣講的 因為我覺得車子是這樣 車子整個組裝設計 結構 甚至那個造車的 工藝 曲線 線條 等等的 那個真的是 是有蠻多的經驗傳承在裡面的 你說一間車廠 在幾年內 就要達到百年工藝 我覺得這樣未免 太看不起 這些百年工藝的汽車老店 我是這樣覺得 所以這個造車上面當然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這也確實 他的組裝 設計 等等 每一個結構的 結合處 等等 我覺得那個都有蠻大的空間可以在進步 好啦大家晚安 拜拜啦 老闆娘 跟大家拜拜一下 看他要看你一下 頭很亂 頭很亂 那你推個手好了 拜拜啦 下週五見 週五見 事前蘇姬在睡覺 拜拜 再見啦 大家晚安